好不過2024的總統選戰 現在正式進入了SAKA都開戰了 我們就來看到這最新的民調來顯示 你看到賴肖沛呢 不管是在哪一份民調當中呢 依舊是穩居第一名 不過你要看到這後面呢 這侯康沛也漸漸追上來了 尤其是在這一份民調當中呢 這侯康沛呢 甚至跟賴肖沛的距離非常的接近 反倒是柯文哲呢 在兩者民調的當中呢 他們通通這個柯銀沛都是墊底的 好 現在呢 他的這個民調呢 有逐漸下錯的趨勢 他一直想要透過講話這件事情 重新奪回 讓自己可以回到媒體版面 可是難道又出錯了嗎 或從口出啊 因為呢 他在這跟青年朋友對話的時候 就開始談喔 這過去疫情期間 他的台北市長任內來做這個疫情調查 進行了一些大數據分析 他有一些心得 可是舉錯例子了 他說呢 欸這去八大行業呢 大家這些男人呢 都是為了公事 而六日 這假日期間呢 都要回家來當個好男人 好啊 就被網友酸說 哇 你又失言了佩奇在你後面 他火很大 而這樣子的話一出 也讓國民黨猛攻 你又在華中取暢 有一天我全部用 電子支付你知道 那汽車旅館不掛了嗎 柯文哲跟青年學子 分享台北市府數據分析的政績 但舉的例子怎麼越來越歪樓 我跟你講我們八大行業禮拜六禮拜天生意不好 所以表示台北的男人去八大行業是為了business不是為了娛樂 因為禮拜六他們都回家當好男人了 疫情期間如何進行疫調監測 柯文哲直接爆出關鍵字八大讓台下瞬間一片笑聲 想拉近年輕人的距離或許做到了 但國民黨很酸 華仲取寵 難道沒招了嗎 藍白河一分手 國民黨翻臉不認了 這下被逮到機會猛攻 就連自己的副手吳欣盈也跟著補槍 就連網友都酸 陳佩琪在你後面很火 但柯文哲是失言 還是指正雨出驚人死不休才有版面 京劇不斷恐怕也要擔心失分危機 記者廖凱成如一親採訪報導 大家得知恰望 謝謝 謝謝 好